又是貼價格 又是上架 早上八點 連鎖藥妝店員就忙個不停 因為缺貨許久的快篩終於來了 客人絡意不絕 幾乎都是衝著快篩而來 只不過才過短短兩分鐘 十組現貨 統統守慶 疫情緊張 連鎖藥妝店25號起 在全台將近600家門市販售防疫用品 包括進口的芽培以及國產福爾威創 單入跟組合包快篩季 還有血氧儀 但要特別注意快篩一人限購兩季 全台限量五萬份 之前在藥局都買不到 因為昨天有看到新聞說 新的市今天會進來 打電話來無論是 藥局跟配合的整組都賣了 五月份快篩實名制即將上路 初步擬定類似日前口罩購買方式 按照身分證分流 美人也有限購 同時不能挑選廠牌 只不過現階段仍然由各通路積極撲貨 連鎖超市將入販賣行列 提供多種販售廠牌與組合 至於超商因為搶貨搶得太快 業者乾脆開發APP 讓民眾查詢附近店家現有貨量 只是算一算以目前全台 居格人數7.9萬人中 一人就得耗掉兩隻 臺灣快篩貨量充足嗎 為了盡快滿足國人需求 下個月初快篩實名制有望登場 防疫物資不讓民眾買不到 近新聞 冯文智宇家瑋採訪報導 均勤 均勤 均勤